郭台銘是怨恨在心嘛 過去一直支持國民黨 結果有多少人拿了我的錢 然後還去簽名反對我 對不對 那郭台銘現在氣頭上 那國民黨為什麼一定要去拉 一個有點搶搶民女的感覺 不是嗎 結果我已經不理你 然後你意思要拉來 跟我合框 跟我同框 那你難免會吃牌頭嘛 那我覺得兄弟登山 就各自努力 既然郭台銘 你已經把他氣跑了 不只是退學還退黨了 那你就不要再 不要再叩叩頂了不是嗎 那你就自己努力 看這個韓國瑜能夠到 什麼樣的地步 否則你現在 你現在我想不出來 因為他現在蔡慶宇說 他自己還有他旁邊的發言人 還有郭先生本人 還有郭先生的兒子郭守正 通常沒有人 什麼有人跟他聯絡 可是偏偏那個韓國瑜的發言人 叫何庭歡 他說有 確實是有 所以我們現在兩邊 雖然已經分離了 可是你判斷就是中間的那個朋友 從他那邊就斷掉了 那所以就不知道說 這兩邊到底誰說的是真還是假 說有沒有認定說是共同的朋友 那你們現在就是兩邊呢 就是已經離婚了 可是現在就算那個遺產的帳 就算不清楚對不對 到底這個 第一個 什麼有人是誰 大家一邊說有一邊說沒有 然後錢到底誰拿了錢 聽這個雙燒康先生爆的料 也沒有跟我們一個大眾的說得清楚 講明白 我跟黃帥是超想知道 那到底是多少錢 是幾個人 是不是真的四個人 拿了四個 四個什麼東西這樣 的這樣 那到底是誰 對 巨額呢 所以說是哪四個人 或是哪一些人 我們也很想知道 拿了郭台銘錢 然後一方面要勸 說他要幫忙去勸退誰 然後一方面又在這個 連署上面簽字 然後叫勸退郭台銘 這種兩面人 郭台銘看得到也是很切心 然後我們民眾也覺得說 國民黨真的可以 黑到這種地步 嚇死人了 然後他憋人的錢 然後要說要去勸退韓國瑜 然後就用 沒有 他不是拿了錢 說要勸退韓國瑜 結果就黑了郭台銘 其實真實的情況 是我講的那樣子 你不要放 你不要 不要啦 就是說他們 他們真的 結果國台銘氣了 就是氣這一點 就是說當時 絕對不是台銘上講的 那麼的好 所以美鳳姐你說 本來他們是有這個錢 但是他們要勸退的是 對方不是郭台銘 然後最後變成 整個局勢又變過來 你看有些人發現是 你看他的蛛絲馬跡 他們當然不能講這麼明 但是他們就講說 有人叫郭先生一直等 等下去的時候 等韓國瑜這個聲勢下的時候 就會有辦法了 那有辦法 中心就是要去 就是四年前的換住的時候 要有什麼樣的元素存在 天師地利人和 都要組合起來 尤其是人和需要什麼 列體會的來 人和需要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 這很像詐騙集團 真的 你們再講下去 再勾勾領下去 真的黑臉了 是你們自己國民黨的這些人 真的有夠難看的 165詐騙專線 沒有 原來 我覺得 如果說這31個大佬有拿錢 如果是在初選公佈之前 他們拿錢 當然不是 他們基於朋友的關係 我覺得這都OK的 因為他們基於朋友關係 比如說有人選舉 然後郭台銘金主 贊助 這都沒有問題 那個東西就不成問題 我們也不甚至白癡 當然是初選之後 如果初選之後 如果按照米鳳姐講的說 我給你一筆錢 他也有講 我給你一筆錢 拜託你去勸對韓國瑜 然後讓我來上 那這就不應該 所以我也主張 郭台銘應該要公佈這個名單 不然整個國民黨的聲譽 就被這些拿錢的陪葬 我覺得是很危險的事情 那如果沒有這件事的話 我認為 我覺得郭董退選這個事情 對韓國瑜的選情是 短空長多 我覺得現在民調 一定不會起來 因為會亂一段時間 現在的郭粉 其實意志很堅定 他們就是很討厭國民黨 大部分的郭粉都是這樣 他們有那個群組 有FB社團 那因為有社團 所以你覺得他們 再想幾個月之後 就會改變了 會喜歡國民黨 不是 這就是蔡英文講的 有初選就有分裂 大家都一樣 只是我們分裂的時間比較長 因為 照道理很長 因為民進黨 分裂一時 一開始 週末晚間九點 進行鎖定 正知道了週末吧